群龙细猪 做这道菜选用的原料有 大对虾 银血鱼肉 白糖 精盐 味精 鸡蛋清 色拉油 清汤 湿淀粉 料酒 番茄酱和西兰花 制作的时候 首先将大虾剁去虾须 然后从大虾的尾部去掉一半的虾皮 音符 一曲 一本 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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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聂 然后用小刀 从尾部 抛开一个小口 然后把虾尾 从里面卷起 然后将剁好的银血鱼肉泥 加入金盐 味精 料酒 放入鸡蛋清 搅拌均匀 炒锅内加底油 将西兰花 放入锅内炒透 加入味精 金 金盐 倒入碗内待用 令在炒锅内加入清水 将鱼泥挤成丸子 下入锅中 煮好以后 装盘待用 炒锅内加底油 加入清汤 精盐 味精 炒锅内加底油 料酒 调好口 然后再加入淀粉 调成薄茜 淋入明油 将芡汁浇在丸子上面 另将炒锅注入清油 油热以后 加入大虾 炸至红色的时候 将大虾捞出 炒锅内加入底油 放入番茄酱炒透 加清汤 把大虾倒入锅内 加少许的白糖 精盐和味精 用中火炒透 然后用大火收干汤汁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然后将大虾 码在鱼肉丸子的外围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 咸甜鲜可口 形象美观 大虾橘红色 鱼丸白色 对比明显 这么多意思 yay 鱼城 对比较 鱼 露面 感谢观看